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公示一部名为《西北岁月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 该剧因主人公为革命元老国家主席习近平父亲习仲勋而引发外界关注 此剧意为中国大陆首部以习仲勋为第一主角的历史剧集 《西北岁月》设定在1927年412事件 国民政府肃清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一时代背景下 进步学生习仲勋不畏白色恐怖 投身革命洪流与刘志丹一同领导两当兵变 并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同创建闪干红军 开辟闪干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习仲勋带领建设闪干根据地 保卫边区南北大门毛泽东暂起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国共内战期间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延安保卫战 三战三截为全国战场奠定了战略胜利基础 新中国成立习仲勋不断改变西北贫苦落后面貌 不久后习仲勋调任中央 他申请回望故土挥别西北群众 2014年习仲勋的形象 首次通过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出现在电视荧幕 本次西北岁月将成为中国首部 以习仲勋为第一主角的历史革命剧集 由跨国鸭路江导演董亚春指导 共40集 网传将于本月开机 将在陕西延安 赵金 西安 丹肃 恒电等地拍摄 对于谁来是演习仲勋一角大众亦十分关注 著名演员张嘉义曾因其为陕西老乡 又无负面新闻 因此获选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是演习仲勋 近来盛传中国男演员静东将担任西北岁月男主角 1976年出生的静东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国家一级演员 因出演多部历史革命剧 法制剧等电视剧集 静东展示出的老干部形象深受内地观众喜爱 而其本人亦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文联委员 中国煤矿文工团副团长等职务